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通过这一组老照片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中留存下来的影响 照片拍摄于清末时期 镜头下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玄和李鸿章让儿子李京富过继之子的婚礼合影 他们算得上是真正的门当户队 家族均是清末的名门望族 但可惜曾广玄年仅29岁便暴病而亡 而李京富也只活到了41岁 照片拍摄于清末时期 一对新婚夫妇的合影 此时的清朝延续着几千年的传统 一夫一妻多妾制度 使男性可以与多名女性婚配 不过这只是显贵妇人的特权 因为穷人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条件娶妻 展开全文照片拍摄于清末时期 一名洋人和他的妻子的合影 进入到晚兴 许多洋人进入 并进入清朝镇 俯工作或者开展自己的事业 此后在清朝娶妻生子 照片拍摄于清末时期 镜头前的清末新婚夫妻 两人坐在椅子上 由于不是经常面对镜头 从而显得有些拘束 照片拍摄于清末时期 清末人的真实婚礼照片 由于上色的原因 看来 起略带着一丝诡异 当然 黑白照看起来也是如此 照片拍摄于清末时期 镜头下的清末新婚夫妇 由于当时的人不是经常拍照 从而面对镜头 他们表情显得有些生意 照片拍摄于清末时期 从花窖中走出来的新娘 不同于清工具那般 由于家庭情况的不同 花窖实际上并没有看起来那般豪华 反而空间狭小 坐起来并不是那么舒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原唱片拍摄于清末时期 林峰